耶利米书第23章 那些残杀和赶散我牧场上的羊群的牧人有祸了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牧养他子民的牧人这样说 你们使我的羊群四散,把他们赶走,并没有看顾他们 看啊,我必因你们的恶行惩罚你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要亲自把我羊群中余圣地从我把他们赶逐到的各地召聚出来 令他们归回自己的羊圈,使他们繁殖增多 我要兴起牧人,牧养他们 他们必不再恐惧惊慌,一个也不会失掉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看啊,日子快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意 他必执政为王,行事有智慧 在地上施行公正和公义 在他执政的日子,犹大必得救 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 人要称他的名字为 耶和华我们的义 因此 看啊,日子快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人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的永活的耶和华起事 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之地 从他把他们赶足到的各地上来的永活的耶和华起事 他们就必住在自己的地方 论到那些先知 我的心在我里面破碎 我全身的骨头都发抖 因为耶和华的缘故 又因为他的圣言的缘故 我就像一个醉酒的人 像一个被酒灌醉的人 因为这地满了行影的人 因受咒诅 地就悲哀 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 他们走的路是邪恶的 他们的权力勿用了 先知和祭司都不进钱 甚至在我殿里我也看见他们的邪恶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此他们的路必向滑地 他们必被赶足到黑暗中 必在那里扑倒 因为到了惩罚他们的年日 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在撒玛地亚的先知中 我看见可厌的事 他们敬奉巴黎的名说预言 使我的子民以色列走错了路 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 我看见可怕的事 他们犯奸淫 行事虚假 兼顾恶人的手 以致没有人离弃恶行 在我看来 他们都像索多玛人 耶路撒冷的居民 也像俄摩拉人一样 因此论到这些先知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使他们吃苦井 喝毒水 因为有不尽浅的风气 从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散播出来 便及全地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不要听从这些 向你们说预言的先知所说的话 他们使你们存有虚幻的希望 他们所讲的意象 是出于自己的心思 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 他们不断对那些 藐视我的人说 耶和华说 你们必平安无事 又对所有随从自己 顽梗的心行事的人说 塞祸必不临到你们 可是他们中间 有谁曾参与耶和华的议会 看见或听见他的话呢 有谁曾留心听他的话 而实在听见呢 看哪 耶和华的驯风 在震怒中发出 是旋转的狂风 必卷到恶人的头上 耶和华的怒气 必不转消 直到他做成 和实现他心中的计划 在幕后的日子 你们就会完全明白这事 我没有拆派这些先知 但他们自己到处跑 我没有对他们说话 他们竟擅自说预言 如果他们曾参与我的议会 就必向我的子民宣告我的信息 使他们转离他们的恶道 离开他们的恶行 难道我只是近处的神吗 不也是远处的神吗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人怎能躲藏在隐秘处 以致我看不见他呢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岂不是充满天地吗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那些先知所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他们冒我的名说虚假的预言 我做了梦 我做了梦 那些先知心里存着这样的意念 要到几时呢 他们说虚假的预言 说出自己心中的诡诈 他们以为 借着互相传述自己的梦 就可以使我的子民 忘记我的名 好像他们的列祖 因巴利忘记了我的名一样 做了梦的先知 让他把梦述说出来 但得了我话语的先知 该忠实地传讲我的话 何感怎能和麦子相比呢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的话不是像火 不是像能打碎岩石的大锤吗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所以看哪 那些先知互相偷取对方的话 当作我的话 我要对付他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看哪 那些先知用自己的舌头说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要对付他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看哪 那些借虚假的梦 所预言的 我要对付他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他们述说这些梦 以虚谎和夸张的话 使我的子民走错了路 我没有拆拍他们 也没有吩咐他们 他们对这人民毫无益处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如果这人民或先知或祭司问你说 耶和华有什么漠视呢 你要回答他们 你们就是重担 我要丢弃你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无论是先知 是祭司或是人民 凡说 这是耶和华的漠视的 我都要惩罚那人和他的家 你们个人对自己的灵社 对自己的兄弟要这样说 耶和华回答了什么 耶和华说了什么 你们不可再提耶和华的漠视 你们个人所说的话 将成为自己的重担 因为你们曲解永活的神 万君之耶和华 我们神的话了 你们要对神的先知说 耶和华回答了你什么 耶和华说了什么呢 如果你们仍说 这是耶和华的漠视 耶和华就必这样说 你们既然说 这是耶和华的漠视 这句话 而我又曾拆派人 去告诉你们 不可再说 这是耶和华的漠视 因此 看啊 我必把你们当作重担举起来 把你们连同我赐给你们 和你们列祖的城 都从我面前丢弃 我必使你们蒙受永远的凌辱 永远的羞耻 是不能忘记的